我一直输,所以输的只能留在上面 来吃汗汤 Good morning 大家早上好 今天是周六 我决定一个人出来去city逛逛见 然后顺便喝咖啡什么的 因为天气超棒的 等一下要涂一下这个防晒霜 今天有30多度,太阳特别冷烈 这个是我每次来都会点的 这个牛肉盛喜锅 有在街中逛了一个半到两个小时 现在已经1点多了 所以我过来吃了一个我很喜欢的一个日本的餐厅 叫Yayoui 這新民的朋友應該都知道 這次玩家裡的朋友 我們在一起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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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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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喽 刚刚上楼去换了一下睡衣和短裤 因为家里实在太热了 外面有30多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自己在家就可以做珍珠状的 味道真的不比外面的差 很推荐 因为我有试过其他牌子的珍珠 我觉得这个冲泡粉圆五福圆牌子的 我觉得这一款真的非常 黑糖就是最接近店里卖的珍珠的那种Q弹的感觉 这加上我觉得黑糖就是任意一款黑糖就可以吧 加几块冰块进去立马 就很简单的黑糖状奶就做好了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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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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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吧 橘子 雞皮 放入鱿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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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入鱿鱿鱿 煮到鱿鱿鱿鱿鱿 放入冰箱 1分钟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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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杯咖啡 待会儿兑一下牛奶做一个冰冷拿铁 然后刚刚打果汁剩下的奇异果等下准备吃掉 那我们现在要开始吃饭啰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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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喽 今天呢是周日 我们延续了上周的传统 周日晚上五点到七点跟朋友约了羽毛球 现在我们正在开去场地的路上 然后这次呢 我记住 带了一大瓶的水 因为上次我们没有带矿泉水嘛 接了朋友的一小瓶矿泉水 完全不够喝 然后连连续续去 去接了三四次水 所以这次带了个大瓶的 还是上次我们去朋友家买啤酒赠送的 今天呢不是特别的热 里面穿了运动衣 外面穿了一件薄的这种开衫 上周是我们跟这一帮朋友 就是其中的两个朋友第一次打羽毛球 有一个朋友超厉害 我们基本上就是 谁跟他一对谁那一对就会赢 所以打到最后我们就 已经失去了信心 这次我们一定要努力进步 羽毛球真的是很 我觉得是很亚洲的一项运动 因为经常跟我同事鬼老他们说 我周末去打羽毛球了 或平时上班中午 午休的时候去打羽毛球 然后他们就说 你怎么可能会玩羽毛球这种运动 就没有别的意思 但是就说羽毛球那个球那么轻 你根本就找不知道它在哪 它飘过来了 你根本就没有存在感 所以说他们是完全不会玩 他们只试过一次 然后之后就放弃了 他们还是更喜欢 网球啊或者是 cricket这种游戏 所以乒乓球 羽毛球我觉得都是 亚洲人很擅长的游戏 我们现在刚停好车 现在已经5点05分了 我们要赶紧走 跟朋友约到5点到7点了 好下车 我们继续走 刚打完四五局 现在感觉超爽的 现在朋友在打 我们的规则是谁输了 就继续留在场上继续打 然后谁赢了 谁下来换下一波 因为今天我们指定了一个场子 一共有1,2,3,4,5,6,7个人 但是两个小时大家这样轮换着打 还挺好的 大家看一下我的朋友们 可爱的朋友们在聚精会旋地打着 然后还有一个是裁判 我们马上就要打完两个小时的羽毛球 但我感觉我很大一部分时间都在场上 因为我一直输 所以输的只能留在场上 今天很开心 感觉出了很多汗 想点一个汤味的晚上 暖暖味 我们现在来吃韩汤了 好久没吃韩汤了 这是我之前住的一个区 所以对这里还是比较熟悉的 然后今天路过看到这家餐馆正好不排队 而且大家新装修了 所以我们就一起过来尝一尝 想吃一点带汤的 可能要那种韩国的汤 觉得因为外面现在晚上呢 还有一点凉 所以想吃一点暖和的暖暖味 等了超久的生鸡汤 终于来了 好久都没吃生鸡汤了 好开吃咯 今天买了超多的东西 这么长的收据 现在要把东西搬到车里 好一个一个的搬 好东西都放到车里了 两大包加上各种的面筋纸 好那我们现在开车出发回家 我们现在到家了 准备收拾这两大包东西 放冰箱里 然后归类 之后估计看一下电视 就准备洗洗睡了 这周就这样结束了 感觉周末做了很多事情 但又觉得没有什么事情 Anyways 明天是周一 所以我准备现在上楼赶紧洗漱 然后看看Netflix上的剧 之后就赶紧睡觉 明天周一 祝愿大家都有美好的一天 Bye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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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